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诵经念佛为何还会有灾祸呢? 有人问,地藏经中许多地方都讲天地鬼神,护持念佛 礼佛上乡的人不令二世恨事入门 水火盗贼,一切二世细节消灭 而我却见到不少礼佛念经的居士 甚至我自己常有不如意的事发生 比如,疾病,遇伤二人,乃至遭遇车祸,飞机失事等 更有德高望重的高僧和居士,图换二级离开人间 虽然我不怀疑地藏经上的道理 却难免心有疑惑,能否听听您的看法 师父答,请你仔细读地藏经中每一句话 不能断章取义 每当佛菩萨讲到所受利益的时候 这段话的前面必有 善男子善女人这几个字 比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悦 及歌勇赞叹,香花供养 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 现在世中即未来世 常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户 不令二世则闻其耳 何况亲受诸恨 也就是说,只有善男子善女人 唱颂佛号,香花供佛 确认信佛学佛 能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户 换句话说 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共佛礼佛,劝人学佛 只是与人结个佛缘 种个善的种子而已 不能立即感动天地鬼神来护持 因为这样的人只是信佛 并没真正去学佛修持 不种善因何来善果 所以还得不到真实的利益 那么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佛学大词典中对善男子善女人的解释是 佛称在家出家之男女 为善男子善女人 善者每其信佛闻法也 在家出家,顾名思义 虽然有妻子有丈夫 但是她的一切言行都和出家人一样 如果吃肉,打牌赌博,吵架骂人等 搞婚外恋,偷窃妄语 行十二之一者,都不能称为善男子善女人 因为众二因必招二果 怎么能期望天地鬼神做你的护法呢? 比如有位事业上很成功的加拿大居士 供养寺院印金的钱不下几十万美金 也许更多 可情不久突然车祸重伤 受伤后她一直在念佛 直到临终她都佛号不断 想年还不到五十岁 于是有许多人对佛法产生了怀疑 其中有位认得师父妙法老和尚的灵女士 因公妃来中国特地请教老和尚 老和尚问她 你知道这位居士的私生活吗? 回答说不太知道 老和尚说 她在皈依佛门之前与许多女孩子有染 皈依之后虽然收敛了许多 但仍未清净 而且对这种邪淫的行为不能真正的忏悔 因为她能直到临终都在念佛号 灭了她无量罪业 又有寺院为她诵经超度 也是因为她供养寺院印金的功德 现在已生在道立天 如果没有供养佛法身和临终念佛的功德 她将被性化灵禅 你有一个婚外恋 死后的神事 所谓神事就是俗称的灵魂 将被分去一半 与对方神事的一半合在一起 你有两个婚外恋 你的神事被再分去一份 给对方的一半结合 你有三个婚外恋 就被分三份 依此类推 婚外恋越多 被分去的就越多 自己的主体精神就被性化灵禅了 再想回到一起 百千万劫 难上加难 与对方一半结合的那一个神事 在下地狱受报之后 再有机会做人时 生下来就是个两心人 智商低下 不仅自己痛苦 而且受人歧视 所以归佛门的弟子 一定要断二修善 不要认为自己供养了佛法身 印了经书 就可以一定往生极乐 高枕无忧了 要知道 善有善报 二有二报 是尽虚空 骗法界的一个不变的规律 佛对不能守戒律 而堕落的弟子 也是爱莫能助的 怎么能指望 焚几柱香 或念几不经 就一切如意了呢 要明白 佛制定的戒律 不是用来管制弟子的 是警示弟子 如果不严守戒律 就会堕落 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 好比国家的种种法律 无论是百姓 还是国家的领袖 谁触犯了它 谁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因此一切不想死后 堕地狱 和活着进监狱的人 就要自觉地遵守 佛教戒律和国家法律 否则世道临头 毁之万矣 林女士又问 她去世才三十几天 加拿大的寺院 已为其做过超度 现在还能帮她吗 还能去极乐世界吗 老和尚说 我与你的讲话 她已听到了 已经明白了道理 心中已生大忏悔心 与此同时 她已上升到光阴天 哦 不 是福爱天 还会上升到广果天 我已看到广果天在闪亮 林问 怎么会闪亮呢 师答 师答 就像电梯上楼一样 快到几楼了 几楼的解释灯就先亮了 林问 能到极乐世界吗 师答 不一定 需要有德行的清静人念诵地藏经四十九遍 妙法莲华经三遍 林问 什么是清静人呢 师答 清静人就是以无银杀到望的修行人 无论在家出家均可 林问 请加拿大寺院的和尚超度不行吗 师答 不知道 林女士又说 那我来请您超度行吗 答 我气力不够了 念不下来这么多变经 林答 您刚才讲这话 他就上身了 您多说几句 叫他去极乐世界的话 可能就管用的吧 师答 如果真能说句话就办得到 阿弥陀佛早就说话 叫众生都去极乐国土了 有德行的清静四众弟子 诵经念佛 虚空中来听法的众生多 受益者众 其功德再加上 王者神是现在的信愿 可能会去极乐国土的 不过会在莲花中待一段时间 不会立即花开见佛 他在加拿大的同修中 就有德行的清静人 你能想到的 林说 那我打电话约大家想想看 不过快到四十九天了 念不完那么多遍 怎么办呢 师答 他现在已生至广果天了 不是中阴生 已不再受四十九天的约束 哪一天念完都可以 今天的文章就和您分享到这边 欢迎订阅及分享 茉莉芬芳的频道 您的支持 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哦 下次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